阅读国际式 关怀天下人 国际世子会300迪婉区品德教育阅读行动委员会 为推动校园品德教育 10月6日在嘉义市北新国中 举办云嘉南区110年度新课纲协力计划 品德教育 阅读行动 嘉义场教师研习活动 许多师友与教育界的先进齐聚研习 本身也是师友的嘉义市议员黄陆慧也到场关心 现在的小孩子因为他自主性高 可是他的行为准则是教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品德教育来告诉小朋友 如何跟你的家长跟这个社会做一个连结 大家要有一致的标准才能够妥善的运行 小乾坤跟又有自在的一个品德教材 我希望能够让他扩展到国中高中甚至是高职 这样的一份国际性的报纸 我相信对这些国高中的学生 对他们的这个阅读能力 还有媒体素养 还有诗变能力 我想应该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这个是需要完成下去的 教长跟在座老师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教育面临的困境 其实孩子们他们不懂得尊重生命 然后很多孩子他不懂得自律负责 对品格教育对我们的教育来讲 它是一种基础的教育 很感恩说我们是只会愿意 然后负起这个责任 我希望说他可以纳入我们的课程里面 我们可以从各个学校来着手 然后让这个课程可以深入我们校园 让每一个孩子来受贿 品德教育教材运用嘉义场研习 邀请云林县园长国小校长王小平 云林县建国国中教师黄琼慧 及演讲达人吴大树教练 等人分享他们的心得及运用技巧 许多与会师友及来宾 都认为推动品德教育 可以为社会注入一股良善正向的力量 四为八德 离异连耻 然后这个都是在我们一个 不论时代怎么样的变化 然后这样子的这个常规 这样的伦理 一直我是觉得都会存在的 我们现在推广品德教育 对孩子来讲是非常拓却需要的 因为在生活常规 或是说在观念上 可以帮助孩子做一个在社会的应对进退 所以我们推广这个大纪元 它可以不断可以增加 它的阅读能力也潜移默化 他们的一些品德教育 这样对他们是帮助很大的 品德教育对我们现在的孩子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 希望品德教育要推广到每一个学校 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甚至家长都能来参与我们这个阅读的工作 所以品德教育在 要加强每个小朋友尊重那个尊重师长 孝顺父母 从品德开始 大纪元里面的那个整个内容 这个不大能提升小朋友的作文能力 我这个是很需要推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多多支持 孩子的品德教育真的很需要我们 来让孩子从小这样扎根起来 因为如果 我是说每个学校如果来拿教材 如果需要不够的时候 我们师友都很愿意捐这份 不管是报还是他的书籍 给各个学校的孩子 读书看每个人姿子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品德教育礼貌这个是很需要的 目前是非常非常的欠缺的 需要孩子老师大家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好 承办单位北新国中校长张仁泽表示 很荣幸承办这次活动 北新国中读报教育已行之有年 希望能持续推动下去 也期待这场研习能带给大家丰富的收获 希望也是透过阅读教育 来启发孩子写作文的能力 顺便也是达到会考真A-C的功效 这份报纸其实是非常具有国际观的 还有正向的思考跟理念都是不错的 然后传统上的教育 道德上的教育 是一份值得推荐的报纸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会结合像行动学习 然后像品德教育的议题进来 我们会发现这个其实真的是能够回到家庭教育的本身 所以其实从学校扣到家庭 再扣到学生个人 我觉得这个三环扣在一起 对学生整体的发展 包含他们在接下来会考的写作测验的表现 其实我们都看到学生的成长跟改变 利用大纪元这样的报纸的话 今天透过假设的这样一个说法 让我们知道有哪些素材可以让我们来做运用 以及老师论他是怎么样的实际的去使用大纪元 然后让学生从文字当中去理解 并且就是身体力行的去实践品的 让我觉得说非常的收益很大 现在小朋友他在 就是因为他接触3C三品的时间变多 所以我认为读报这对小朋友来讲 他意义非常的重大 他可以让小朋友他的心情沉静下来 然后他真的把他尝试就会慢慢沉浸下来 让就是他可以让慢慢的阅读更长的那种文字 其实出了社会之后 大家在看第一个手中的还是品格 我们会从细节上去 有时候能够让一个人脱颖而出的还是一个人的品格 智慧这几年来一直在做一个抛砖引玉的社会工作 我们也都知道这几年道德沦丧 那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也觉得 从政社会的道德力量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份使命感 那今天师子会来到北新国中 也给北新国中祝一臂之力 希望这个品德的阅读的列车 能够一棒接一棒 大家整体的一个力量 对我们社会能开启一个善的一个循环 那也能够带动了更多的其他社团或是企业家 一起来重视品德教育这一块 活动的尾声许多与会贵宾及师长都分享了他们参加研习的心得与收获 一句好话一个善念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国际师子会300地外区品德教育阅读行动委员会主席林淑珍表示 学校基础教育是品德和语文打底的黄金时间 本着现在投资教育以后少盖监狱理念 国际师子会会持续不断为推动品德教育而努力 期盼有心人士一起来共襄盛举 品德教育赞赞赞 杨派 王 王 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